架上巨马钉上钉子 不断进行检查 就怕一个疏漏 民众一激情就会攻进总统府 每个站在府前的远警 紧棍头盔缺一不可 警方为安滴水不漏 就连路客想拍总统府 都必须隔着巨马拍照 看来别有一番风味 发生两个问题我们就没法看了 我们就只能远处看一看 会不会觉得有点可惜 有一点吧 有一点遗憾 外邻迎战330海道集会 警方不敢大意 管制范围越来越大 警方表示330交通管制路线 沿着中校西路 东到领森南路 西至中华路 南边甚至由原先的爱国西路 再延伸到南海路 使用的警力大概2000名 分五区部署 包含行政院总统府 以及中央联合办公大楼的 周边的重要政府机关的安全维护 楼庆劝离无效 我们会这个 由上级召集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来共同延伤一个适当的一个勤务作为 连附近的中央机关也马虎不得 民众想到法院洽工搭计程车 不好意思 你只能徒步进入 警方高度戒备 就怕再有万一 如果学生3月30号晚上坚持不解散 31号凌晨一到就会驱离 有点TV灵敏周新闻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